以3254票差距落败的国民党候选人丁守中 提出重新验票要求 票数全数验完之后仅有微服变动 并不影响选举结果 因此丁守中阵营再祭出第二招 如果被判决选举无效确定的时候 他的法律效果是要定期重新选举 选举无效诉讼 台北地院也以人工抽签方式分案 丁振营强调将针对边开票边投票 和投开票所范围认定等争议点做攻防 也指出领票情形有异状 验票只是验他的过程 他的票有效票无效票 有没有人盖他怎么样状况 下个诉讼举事一定要去检设 他有写英文别号 从来没有看过 他也没有看过写绰号 还有打勾领票 也有这种著名领票的人 也是这种状况也发生了 点出领票可能出现坐票空间 聚焦选物错乱情形严重 但如何举证和证明因果关系 将成为胜负关键 案例大概两三千个案例大概跑不掉 都必须至少要一到两位的见证人去盖 只要去确认这个手闻 跟这指印是领票当事人 发现很多的指印 基本上是没有这个见证人 若一二审加起来最慢一年后才会有结果 但如果丁守中胜诉 代表着台北市长选举将会重新投票 丁正宁也会进入下一个阶段 以中选会为对象提出国陪 希望中选会不仅对我们 以及对于社会大众 对于这次选举乱无装法的一个事实 去进行一个道歉 国陪我是觉得不会成立啦 其实从天机票的结果 就可以把相关的正义都落幕了 那选举无效诉讼可能性又比较低 所以我是希望大家就早点回归生活的正轨 北市选举延长赛层层抽丝剥茧 不过旷日费时 对各阵营来说都像在爬好汉坡 看最后谁顺利登顶 华语新闻林伟旭 陈怡荣台北报道